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少奇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怀旧玩具 80后和90后都玩过这么一个玩具 我给大家先描述一下 看你能不能想得起来 就是一拉拉很长 前面一个手爪子 往哪一甩 啪就粘到这个地方 还可以拉过来 弹性很强 手爪上很粘 单位一个抓手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今天少奇准备了100只抓手 给大家看100只抓手有多少 我们先拆一个 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玩的 一个小手爪 弹力很强的小手爪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圆圈 先套在手上 套在手直套 这边是一个小袋子 我想要这个袋子 就把袋子拉回来了 就这么玩的 现在感觉没有太大意思了 但是小时候真的玩它乐此不疲 往墙上摔 往电线杆子上摔 然后往地上摔 各种摔 把它的外表摔脏了之后 用水一吸 它又恢复粘性了 很有意思 假想都开心 这边有苍蝇 我们来拍它 打不到 它是有一点点粘性的 那种小塑料袋什么都能吸得起来 但粘性也没有那么大 很重一点的东西 它都粘不起来 我们今天做一个挑战 用100只粘手 100个我整张桌子都已经放不下了 我们接下来把这100个全部捏到一起 看它的吸力有多大 像滚面条一样的把它滚在一起 100个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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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这么大 好软 就像那个发现球一样 有没有弹性啊 没有弹性 就是每一点都有点黏 但是不至于很黏的样子 把我的手机看能不能吸得上来 充分接触 会不会是因为这100个没有完全粘到一起 它的接触面太分散 如果我们把它融化成一颗超大的粘手 那么犀利会怎么样呢 主传大铝锅 开火 100个抓手下锅 全都是塑料味 好恶心啊 和上支面的颜色差不多 哇 我不知道我做了个什么鬼 看一下 黏黏的半透明的 它现在已经完全冷却了 但是还有一股刺鼻的塑料味 这个东西和刚刚一样特别黏 看看能不能吸气我的手机 哇 吸起来了 不过感觉好恶心啊 100个抓手变成了这么一坨 哼